我们的三组之间的交锋 正式开始 向上唱完《毕阁该你们》了 我们的第一组 中国风 有请 可以啊 好 可以的 钢琴的剑 诶 琴剑吗 连地上都是 钢琴的琴剑 对 不过 人口 对 我还是 好的 好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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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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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设计好酷啊 快走啊 大久 这就是挺高 那带勾 哎呀 舒服了舒服了 哇 就一路小跑就回来了啊 那你们两个人有点违规哎 什么意思啊 你们自己带一支合唱团来啊 刚刚所有的从头到底都跟着在唱啊 你们是几零后 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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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一国的 但是要讲一下毕哥 刚才呢 是唱普通话的时候合唱 到粤语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 这个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 本来的原唱是张雨生嘛 那个时候我们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同事 他录了这首歌还没出版之前呢 我就已经听到了 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哦 我就第一时间录了一个广东话粤语版 那后来他出了以后 没多久我就出来了 不过今天这个编曲我唱起来 当然跟原唱的那个版本不一样 我的心里面特别多的感触 其实刚刚我们唱最后一句合唱的时候 我看着毕哥的眼睛我们俩四目相对 我情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就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 私下就彩排这些 毕哥就像个大哥哥一样 但是在刚刚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有一种要把我送走的 就是很不舍的那种感觉 那种情感在里面 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但是就是特别的感人 音乐就是那么奇妙的 如果你听一首老歌 可能听到前奏 可能听到一句 就马上把你的情绪带回那个时候 又可以把你的投入 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 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心情 但是歌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唱的人是一种心情 观看和听的人 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来问问看校长 他们两位刚才的那一首情歌 你在里面听出来的是一首 什么样的情绪 我听到是 隔代的相 相爱的故事 讲好一点 今天是大家谢谢 但是太厉害 阿B就是你厉害 你是完全融入 这个唱歌就是应该 本来就应该这样 然后才让对手 有那种感觉出来 谢谢 那我们先请毕哥跟冯提默休息 好不好 谢谢两位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 先谢谢两位 祖儿此时此刻你紧张吗 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就是你跟西林要出战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紧张 之前 两位前辈都唱的那么的感人 我们这首歌加入了一些和声 然后也重新的编曲 更好听 从小小变大大了 嗯 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讲出来了 好 好 我们接下来 这个真的很考主持人 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 现在第二个出场的是 第一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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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作诺老师组成一个组合 我一下就很激动了 我心都变沙哑了 是的 根据音乐的情绪 我们升降台升到一个80 好 我还没有用过升降台 升降台这边 激动 也太可爱了 我觉得她很聪明 而且很机灵 嗯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小小女孩的类型 我有个喜欢法 就可谓就是那种 转一曲 就是那种这种感觉 然后我感觉就是 感觉像是一面镜子嘛 好 有好 所以我 觉得 哎呦 但是就常常跌倒 我经常 这个 而且我觉得她脸太小了 她常常脸脸少还要坐后面 什么 就不疼姐姐了 好 也不用太前 对 现在是哥哥要最焦点的 好的 焦点好 嗯 我的标准假笑 我的职业假笑 我还没练好 慢慢培养一下这个职业假笑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组 第一组 哇 想醒 杨娃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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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 欢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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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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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